韩国出生率再创世界纪录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韩国啊 我说的是韩国 韩国2022年的出生率再次创下了世界纪录 达到了0.78 打破了由韩国自己保持的世界最低出生率 之前是0.8 这回干到了0.78 这个0.78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一对夫妇一辈子生0.78个孩子 如果你还是没概念的话 那一般来说 从这个统计学上来说 从这个人口学上来说 如果想让这个国家的人口保持增长 那一对夫妻的出生率应该在2.1左右 一旦这个一对夫妻的出生率跌破了1.0 那这个国家每50年 这个人口可能就要减少50% 也就是说100年 这个韩国按现在这个出生率 100年不到的情况下 韩国应该就没人了 个无独有偶呢 日本去年出生人口 出生人数首次跌破80万 只有79万9千多人 这也是史上最低 也创了他们自己的记录了 按他这个人口减少的速度来看 日本也最多有个180年 也就没了 就亡国了 所以我们这个大家耐心的 耐心点 早晚我们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把仇就全爆了 那那还接着来说韩国啊 韩国再次的这个创造了这个人口出生率的世界纪录啊 那韩国现在的可真的是风雨飘摇啊 各种事啊 这个房价高企 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30%啊 很多的年轻人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 大学毕业生在街头晃荡 然后年轻人呢 既不爱结婚 也不爱生育 结婚率和生育率双降啊 以前呢 谁要生个孩子 大家都纷纷表示恭喜 现在谁要生个孩子 大家都纷纷说啊 你真是个勇士啊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 啊 这个韩国可真的是太惨了 你说这个韩国可怎么办呢 而且韩国经济也不行啊 韩国经济一再下滑 我那天看那个这个 这个有荣奶大的这个女主播就说了 韩国现在的经济啊 一再亮起红灯啊 一个是这个贸易逆差 一个是各行各业都不景气啊 失业率高涨 因为这个老年人退休金不够不够用啊 还纷纷的在工作 所以就是一边是年轻人找不到找不着工作 一边是这个老年人还得持续工作 这个种种的社会问题啊 也不知道这个韩国的到底怎么 这这以后可怎么办呢 啊 而且他们房价还那么高啊 之前不有数据吗 这个首尔的这个居民啊 不吃不喝九年才能买一套房 韩国还有一个数据也挺吓人的 说是有60%的年轻人都背着各种各样的贷款 所以年轻人啊 就是各种这个了无生趣啊 一点乐趣也没有 所以又不愿意结婚 又不愿意生孩子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的未来是相当的令人担忧 你别看他是这个联合国认定的 所谓的这个发达国家啊 联合国那些数据咱都不能信啊 他们有的时候也就是编出来糊弄人的啊 咱们要擦亮双眼啊 我觉得按现在韩国这个出生率啊 他们离玩完啊 已经不远了 咱们拭目以待吧 好 谢谢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